那这一个是 同一个字 两个发音都是可以的 那就代表很愤怒很生气 那下一个是 就烧焦的意思 要是你去烧烤 那个肉都烧焦了 那我们就是说烧焦了 烧焦了 那这个是 通常呢 和起来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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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就是一块 一够水 一百块 一够肉 一块肉 这个是 拿 就是拿的意思 拿第一 拿第一 就是拳击排第一 那这个是 汤 这是哄 哄小孩的 哄 小朋友 哄小孩 这是 就是看 的意思 这个是 好 就是来代表 很轻飘的 很轻飘 我们都会用这个字 去形容他的 或者是说 形容那些人 到处去勾搭别人 那我们都会用这个字 去形容 好 好 这个是 罗 罗 就是尴尬 尴尬 感 感 就是 暗 暗的意思 有两个的意思 第一个是 怎么 怎样 好想的吗 考试考得怎么样 周想的吗 做功课做得怎么样 很想的吗 看看得怎么样 第二个是 指示会要吩咐 要说 不要胡乱指示 那我们会说成为 不要 老弟 不要老弟 那下一个是 瓜 瓜就代表 死了的意思 那这个呢 通常都是 不正式的 也不是太有 礼貌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是 撿 撿 就是 捡起来 收拾的意思 撿野 就收拾 撿屋 就收拾 房间 这个是 撑 撑 就是后退 很好 撑 往后退 撇 撇 就是背 的意思 撇 虚包 背 虚包 扎 扎 就是抓 握 或者拿东西的 扎 拿住 扎 抓紧 抓紧 这个是 通 通 就是把它切开的意思 插 插 就是被骂 要是说 这个老板 狂 就是 张口 破口大骂的 那我们会说 成为了 老板 狂插 老板 狂插 就是破口大骂的 然后这个是 咬 那通常呢 我们会加 咬 就是说 他很害怕 很心虚的 因为他玩 那个笨猪跳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说的 很大声的说 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马上去玩 在那个笨猪跳 那他走到几百尺的高空上面 他就是往后退 往后腾 他就是很害怕 就是想 不玩的 那我们形容 他这个的情况 就是 咬 咬 那接下来 那这个是 分 分 分高 就睡觉 咬 就代表正在 看人虚 正在看书 看人家 正在逛街 吃人也 正在吃东西 这个是 来 来 就是遇上 倒霉的事情 来也啦 就是遇上一些 不好的事情 这是 海 海 就是很粗糙的 海 就是很粗糙 然后就是 到 就是地方 因为我们要说 充充满满的 要去哪 那我们会翻译成为 急急脚感 去边呀 去边呀 去哪 那这个是 分 分 就代表是 摆动 摇动的意思 那通常都是 会使用 例如是那个灯 挂在 挂在 天 那个 就是挂 挂在 墙上 他准备要 倒塌了 准备要 掉下来了 那我们会说 他是 丢丢飞 丢丢飞 就是他 摆来摆去的 那个意思 那这里我们 总共就是 学了92个 本地的翻译 那要是你们会来 香港这一边 或者是 说广东话的地方 你们都会听到 这些的 表达的词语 那要是之前 知道更多的话 那一定要多看看 那个广东话的书 或者多来一些 说广东话的地方 那要是你不知道 这些字的话 就是很难明白 他们在说什么 因为他那个规矩是根本 跟平常的普通话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希望你是喜欢这个介绍 我 你 你 我 我